人民的生命财产应该是政府的最优先考虑事项 FT50拔赌路原本有个8000万的道路提升计划 但是这个拨款不能够落实项目被取消 那政府的钱去了哪里 爱丹人和居栏人都知道 从爱丹到居栏这20公里路 是全国最危险的道路之一 我们的实地考察 鉴定了至少有10种以上需要提升的地方 包括分界低divider 包括转弯反光板 路面反光排 防撞杆 路灯 减速带 从爱丹巴士总站出来 路的左边和右边都是大转弯 但是却没有交通灯 从爱丹的拖出来 全网居栏 只有一条lane 我们应该至少有两条lane 不然的话这条路常常塞车 尤其在周末跟节庆的时候 这整条20公里的路基本上都没有分界低 没有divider 两旁小路穿梭的车辆跟摩托车 非常的多 常常造成不必要的车祸 这20公里路有几个地方非常的笔直 所以车辆常常超速 需要增加减速带 很多转弯的地方 却没有黄色的箭头反光板 这些基本的设施应该要有 有些地方一个大转弯 没有反光板 但是只有路旁装了 阿路面的防撞杆 准备给来不及刹车车辆 撞上去 这条道路路况非常的差 往返两个方向中间的路面的反光牌 很多都已经磨损到不见了 我们需要安装新的反光牌 整条大路 几乎也都没有路灯 晚上跟下雨的时候 如果你走在这条路上是非常的危险 我们希望 来界如果我们能够直征 这条路原本应该有的 8000万提升大道的计划 能够落实 给爱当人和救难人 带来良好的道路使用安全